資深藝人陀中華 天下第一班長 傾向升職人心 但你知道嗎 當兵的時候 陀中華從沒有當過 一天的班長 我本身不是班長出身的 我本身是南區警備部隊的 所以呢 然後又調到義工隊裡面去 我在當兵的時候 我在義工隊裡面 我是負責道具 所以基本上 在部隊裡面的時間 比較不是太長的時間 多半都是在演出 他的眼神啊 特別銳利 那我們欣賞了 還有 他很用功 他其實在演班長的時候 他自己要求我 帶他到營區去觀摩 演報班長的時候 其實我是模擬 因為我在當兵的時候 是在關東橋 那時候就 幾個新訓單位 都比較嚴格一點 什麼 類傻車輪譜 什麼學見關東橋 我們就在 我剛好就在那個關東橋 所以我在拍戲的時候 其實 就是那些班長的那些影像 影子啊 是我在模擬 我在新訓中心的時候 那些班長 是你的鋼盔太大 還是你的頭太小 報告班長 是我的鋼盔 Size不合 鋼盔還有Size 有形無形 影響了很多人 想要進到這個軍隊裡面 很多人想要衝緊 衝緊成為一個軍人 或者說衝緊成為一個班長 都是因他而起的 阿比妹妹說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 晚上七點半 台灣大搜索頻道 不見不散